北市府建管處 陳曼元 曾華重新生 健身人員一早 就到一兵進行抱怨 隨後趕到的家屬 一路拿著 雨傘遮掩 你們所有講的都是錯 那有沒有什麼園區要講 當然有很多的園區 它是非常好的動物 我們要講 對 其實你們可以有什麼園區 我不講了 市政府會幫他講 語氣中充滿憤怒 延續前一天在南湖大橋 發現遺體現場的情緒 家屬還是很激動 兒子太太憔悴現身 無法接受這個噩耗 兒子更是崩潰 貪坐在地 明明22號一早 看到人還好好的 走上7點 曾華重照舊外出上班 中午卻從北市府請假外出 之後大公車到松山 便一路步行到內湖 涉及電梯避案 60萬交保的曾華重 其實22號應該到市調處 接受約談 但人卻沒到 家屬從他的筆記本裡面 發現了他有親身念頭 驚覺大勢不妙 還沒來得及阻止 就出事了 約談未到 成了一句冰冷遺體 這是詭異的事 當時人交保後 檢警提出電磁資料抗告 卻發現手機部分訊息遭到回收 讓檢警懷疑可能有滅政可能 而且曾華重算是關鍵角色 和周忠祺與聘用秘書劉書豪 要處理這麼多電梯 不排除還有其他人涉案 檢查有沒有外傷 它是沒有外傷的 這也符合身前落水的跡象 所以目前是可以排除 有他殺的刑意 如今案子半到一半 曾華重親身線索斷了一條 背後是否有其他引擎 檢警要再深入追查 三歲主長王家河 他不懂